幾百名教師、家長及學生出席教協在紅磡一間學校舉行的集會 有通識科的教師不滿 政府提供的資源不足 令到一些剛畢業的通識科教師找不到教席 教協會長馮偉華說 在上班年結束及各項新高中津貼被削減 推算全港會有2,000名中學教師被裁減 也擔心未來中學入學人數下跌 可能會有100間中學消失 他擔心殺校缺口一開 第三組別的學校會首當其衝 之後其他學校都會受影響 能力稍順、學習差異比較大的學生 仍然會繼續存在 所以收第三組別的學生的學校 是絕對有價值的社會功能 因為這些學生如果一天我們需要照顧的時候 他們可能去了收第二組別學生的學校 甚至第二組別學生可能上了收第一組別學生的學校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上而錯配 沒有第三組別沒有第二組別 其實我們教開第一組別學生的老師 他們自己都會說 我們未必是最專長教好這班學生 教協向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發出公開信 要求停止殺校長遠在全港推行小班政策 你好嗎? 我請考慮這本書 有關準殺校長遠時 我請考慮這本書 你相信是否有消防才公關 你尊重世紀 那這個學生在一陣子